主人把母猫丈夫抱来 不能潇洒玩啥都不管啊 母猫很激动 坐月子期间第一次见到丈夫 猫爸看着孩子 却是一脸的嫌弃 那天夜黑风高 一时冲动跟翠花发生了事 母猫爬了过来 看来是想让对方负责了 然而公猫还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他可不想在一棵树吊死 还惦记着外面漂亮的小母猫呢 他低着头看了看小奶猫 要不跑掉当个渣猫吧 他鼓起勇气站起来转身想溜 母猫盯着叫了一声 我不仅生了孩子 现在天天还要奶娃 虽说公猫很不甘心 但还是真的留下来 他看着坐月子拉他的母猫 一副很辣眼睛的样子 可能铁定想当渣猫吧 他又一次想溜走 最后连主人都看不下去了 渣猫只好陪在妻子跟孩子身边 不可能又让他出去沾花惹草 因为小猫刚出生 猫妈妈一天到晚 都在照顾孩子 谭使官突然把小奶猫藏起来 换上一窝小兔子 母猫刚上完厕所 回来后却蒙圈了 怎么都基因突变了呢 猫妈妈看着窝里的小兔子 怎么也想不通啊 难道自己的奶水有问题 喂出了小兔子不成 急得他翻来翻去看 母猫盯着兔子发呆 头上冒出无数个问号 难道猫爸是兔子 其实猫妈妈这月子做得很糟心 先是大奶男金毛先生来看他 幸运的是他脾气好 没伤到小猫 然而德木也冲了进来 这可把猫妈妈吓了一跳 德木可是猎性犬啊 闭口下去 小奶猫就得上天 吓得母猫紧紧抱住孩子 德木在身后盯着小奶猫流口水 甚至还上前闻来闻去 就在他舔了舔小奶猫时 猫妈妈发出嘶吼声 真担心孩子被他吃掉 这边金毛跟德木刚走 小德木却也闯了进来 还好他温顺友善 对母猫没啥威胁 最后主人就让金毛去照顾小奶猫 并当母猫的保镖 毕竟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暖男 战斗力也不比德木若多少 小奶猫